嗨 大家好 邁優要來到安便的小事 光顧言論語的安便 今天我要聽到這個包包 像拍了系列 這個包包當初安便一拿到的時候 我覺得它在光皮這個提拔的手感就很不一樣 它是做的比較緊密 然後很符合你的手掌性掌握的感覺 那它這個包包我個人很喜歡的是 我覺得它非常的適合 你需要就是像 假設你是接單Case的 或是你是做設計師 你是要去辦個客戶 它有做各種方便的收納 像我們現在介紹的話 就是以外觀上來打開 一樣是左右兩邊 一路可基本的保障的收納 然後背後一樣是防盜拉鍊 然後一樣是減壓的背帶 好啦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 好 我們先做下面 下面打開的話一樣是熱情的橘射 那它這邊做的是三個 三個那個 三個筆插帶 然後再一個中型的隔層 所以這邊不論你是要 舉辦說像現在有些人的電子煙 你要放這裡或是行動電源 或者是你的原子筆之類的 然後是筆形的都可以插在這邊 那你要放什麼都可以放這裡 那看完了下層 我們來看上層 上層打開的話 打開的話就是簡單的收納 然後做了一個這樣子 很適合過你家裡的鑰匙 摩托鑰匙 什麼能勾的 你想勾的都勾在這裡就沒錯 勾這一邊 然後它外面呢 在勾的旁邊它附了一個懸掛式的D-Code 這個吊環都可以 或者是說你想要掛你的那個悠遊卡 掛在這邊收在這裡 或是家悠遊卡收在這邊 都很方便 就是看你想要怎麼收 這邊有多一個D-Code可以收納 那現在打開第一層 我真的覺得它非常的好 因為為什麼好在哪裡 它裡面的空間很搭配夠收納以外 它都有做一個夾紙袋的分子 那像我們常常會有那種A4 A4紙啊報告紙啊 你就可以收在這邊 像學生也很適合用這個包包 因為你前面就可以放一些課本 或者說你前面想換外套的課本 都可以放一個D-Code 或者是像那個 你可以把它放在這邊 或是夾紙 那它在前面第一個這裡 它有做一個半層 它這也是半層喔 是上面半層的收納 所以像如果你有比較多的筆 或者是像女生有一些比較多哩哩哩 的一些私密物 也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去收納 要了很多收納 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包包是會有過太多的隔層 然後你前途你去收納 所以你會一直聽到 我一直重複這個字眼 然後最後面這個地方呢 沒錯 你既然是學生 你現在是接K人 你用筆電吧 這邊也是可以讓你收納一個 近15吋的筆電就沒有問題 然後後面這個小空間 你也可以去做你的一些文件的收納 或者是說你有些外套 夏天出去你會帶把襪套子 然後往邊塞 它是非常好做了很多的隔層 所以其實這個包包 我覺得個人是蠻推的 雖然它樣子好像很中性 可是其實我覺得它 樣子來做的蠻好看的 收納有 悲感也有 收納都有 你不買你還等什麼 趕快到我們的官網去下訂吧 買買買買買買買 收納 還是會買買買買多次的 然後你kell